大家好洛杉矶的地产经济地匪 今天我们来到了波士顿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全美很多教学机构专业评测网站 排号码上排名No.1的私立高中 叫做菲利普斯学院在波士顿的校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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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了接近两个小时check in 完毕现在等飞机 我观察了一下机场里面差不多不到一半的人戴口罩 我们选择是戴的 到达波士顿机场 因为美东领先三个小时 所以我们现在当地时间已经九点多了 我们的行李箱遭遇了暴力搬运 铝合金的 撞的 把这个给撞坏了 我们要不要告他们 让他们给我赔 太暴力了 你看这个 你觉得他们做的好吗 好不好 妈呀 这个都放不上去了 那个以前坏了 不要弄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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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 波士顿之旅 早上第一站 解决一下吃饭问题 来到我们的华人餐厅 叫做华兴酒楼 有没有看到他们的红绿灯很奇怪 吊在那里像葫芦一样 这你的宝宝 他们的烧区非常大 这个后面是食堂的部分 今天估计学校里面有party 那边有人在做室外烧烤的准备 然后这边摆了桌子 可能从食堂里面可以做东西出来 看着好帅啊 这个手链也好帅 叔叔也喜欢带手链 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Nathanael 我视频中一直出现的 他跟Patrick两兄弟 是Lucas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滑雪的 是他的爸爸Eric 也是我一直在视频中反复提及的 耳湾TTC课外补习教育机构的创始人 Eric把他的大儿子Nathanael 送到最好的Philips学院来做下令营 来参加一个下令营 如果他能够在下令营中适应和并且喜欢这个学校 他们就打算把大儿子Nathanael送到这个学校来 所以就有了我们这一次的波士顿之行 我们想一起来看一下全美顶级的这种私立学校是怎样的 这个男人是在伊朗 在美国上就就说他在伊拉 这个是像一个人的 他们在这个展厅里面做的这些展板 都是每一个学生或者是两三个学生 为一个讨论组做出来的 讨论人文啊科学啊自然环境各方面的话题 那Nathanael跟他的另外一个pardon 一个小女生 我们两个人做的展板是讲伊朗革命史 还蛮大的一个话题 不过我听了一下 两个人讲的还有头有道 Lukas跟Patrick就不太懂 过去说你给我解释一下 那他有跟他讲的那天 也讲不懂 最后讲了一句 你就记得四个人是个大坏蛋就行了 对那讲几个学校吧 这个学校是1776年 美国建国之后 随后两年 1778年 这个学校就成立了 所以跟美国几乎是 一起成长起来的 那波士顿呢 本身就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城市 当时清查事件 就是在这里作为美国建国的导火索 所以历史很有久 有底蕴 然后简单总结一下这个学校 第一有钱 非常非常非常有钱 他们学校有一个宗旨是 只要他们看上的学生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境 有钱没钱 能不能负担了这个学费 因为私立学校很昂贵 学费啊 住宿费啊 餐饮啊 各方面 他们都会负担 所以他说 他看上的学生 你不需要为钱而担心 然后他们学校来自各个地方的校友的捐款 简直太庞大了 有一个华人叫奥斯卡唐 累计已经为这个学校捐款了6600万美金 最近的一笔是2500万美金 这学校里面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学楼 第二个我了解到的就是这个学校在招生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很看重SAT和通常的这些考试成绩 他更看重的是一个孩子的演讲表达能力 深度学习能力 如果你感兴趣一个话题的话 你自己怎么做研究把这个话题搞得很清楚 并且还要把这个话题阐述的通俗语的 所以他很看重你的社交演讲 口语表达 那我觉得如果我年轻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在美国上学的话 这应该是很适合我的学校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做题啊数理话这些 但是我很喜欢talk 非常喜欢啰嗦 大家看我vlog就知道了 每一期vlog都讲好的话 我后期剪辑都要把我很多废话给剪掉 看我们家老三已经在美国最好的高中里面看书了 我现在受熏陶 才几个月啊 就在美国最好的学校里读书了 来我看你读的是什么 小蜜蜂啊 小蜜蜂啊 哎呀 我们现在等待了三年有这个展厅里的活动结束 然后带我们去四处转一下这个校园 再拍更多的画面给大家看 学校非常大 我很后悔今天没带航拍机 千里迢迢从洛杉矶背了个航拍机过来 出门的时候想今天应该用不到了 就没带放在酒店了 Oh my god 下一个去哪里 下一个去哪里 我们走回我的房间吧 去你们房间看一下对吧 Let's go let's go 我很好奇看看你们的住宿 Lukas 你喜欢这学校吗 Kind of 你就算喜欢你也很难进了 这个学校现在有1200多个学生 来自全美国41个州和全世界47个国家 超级难进 超级难进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让Lukas感受一下 他如果真的想进的话 其实也不太可能 非常困难 只是想激励他一下而已 第一位总统华盛顿 对 站在这个树下面 对 所以他们用很多这个 照片 chemicals to preserve the tree 就是保养得很好 对 聊几句来波士顿之后的感受吧 天气的话 现在是夏天 比加州可能还要稍微热一点 加州是有太阳的时候会很晒 但气温的话 比如像靠海的地方 新港也好 尔湾也好 其实还是比这边凉爽的 特别是晚上 我们昨天晚上到了 去找地方吃饭的时候 很闷热 有点潮湿 略微还低一点小雨 加州几乎不可能 像尔湾晚上 深夜你出去 有可能你还要穿一件 长袖 甚至披肩外套 所以气候来说 还是加州赢了 但是这边的空气质量更好 加克天上的云彩 这个只在加州下过雨之后才会出现 这里好像每一天都这样 很漂亮 我今天已经盯着天空上的云彩 看了很久了 我喜欢这种雨很低的感觉 穿过马路 我们来到了学生住宿区 据说两栋大楼都已经有 一两百年的历史了 跟学校一样 远处看到了篮球场 草坪玩的地方 Playground 相比较尔湾或者是加州的一些新城市 这里是非常有历史底蕴的 有好的地方 比如说建筑风格 这种传统文化也有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我一路上来看到的很多电线杆 那个线拉的乱七八糟的 有可能不适应 我们在R1几乎看不到电线杆的 大家看到窗户上了吗 窗户上是那小的空调窗机 因为老楼当时设计的时候 没有空调这种东西 那后来加空调就要在窗户上加 包括这个窗户上的风扇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窗户上的风扇 没有空调这里 没有空调 没有空调 这里空调可能有这么老的地方 据说这里管理非常严格 还要上晚自习的 一周好像上六天课 不是五天 如果你不能完成学校规定的 比如说早起 上晚自习的这些 你除了学习诚意之外 就所谓的品行就会被评为不好 会影响你的毕业和以后的服务 楼里面还住了他们的 像咱们大学的辅导员一样 会在这里看管着他们 那讲到最好的私立 大家印象中可能是那种 很豪华的住宿楼空调什么 其实不是 它可能硬件条件比较老旧了 对 但它的软件很好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不要以为最好的高中 或者是最好的学校 就是那种很fancy的 很luxury的 没有啊 很朴素的 一边住宿楼 一边住宿楼 谢谢Lukas 我们发现在另外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是 这边的商店和自动贩卖机很少 车园里面根本都没有 我们走了一天想拿一瓶水都拿不到 所以现在趁他们外面在 时常在吃饭的时候过去接了点水 在加州你是不能想象的 到处都是便利店 都是自动贩卖机很方便 所以我们出来没有带水 这边就有点 怎么说 就纯学术氛围 纯一个大学城 很少的商业气息 没有商店 就 纯学校 现在咱们耳湾分校 别说小卖部了 超市啊什么 对 就是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的地方到处都是 离那个Daman Jamboree也很近 你知道 那是大学吧 我说就是耳湾大学分校吧 但是 你没有看那个网上一个视频吗 他们毕业典里 全部一排豪车 这边完全没有 这边特斯拉也很少 就很不一样的氛围 当然我们不是说UCI不好 UCI现在也很难尽 也很难尽 也很好 只是UCI就不是这种 纯学术氛围 就生活比较丰富 比较多彩 我们刚刚去的所有的这些地方 全部都是在校区正中间 通常他们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 其实这个校区非常非常大 运动场啊 还有一片湖区啊 还有蛮大的一个地方 就像一个村庄一样 像一个城镇一样 但我们今天很累了 带着孩子 还有时差 我们三个小时时差 早上起来已经 这边的当地时间12点了 就我们那边9点了 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很晚 然后现在孩子们又饿了 所以我们决定不再去看其他地方了 明天会回来接点三流 它这个camp明天结束 然后明天我们会去看一下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的那些比较好的学校 今天来这个学校 大概感受一下氛围就可以了 不想走到所有的这些地方去 好累 Nissan 你晚上有舞会是吧 对 你在这边有新女朋友了吗 没有 她有很男的一块跳 哈哈哈哈 她有很男的一块跳 你喜欢那个学校吗 喜欢那个学校 那你想来这儿吗 需要 想来 你女朋友来吗 你那个Summer Girls 还有很多女朋友 看了一下他们的晚餐 非常简单 汉堡沙拉 水 没有豪华的餐饮 没有 跟我们想象中的最好的学校 完全不一样 它不是指硬件上面 不是指生活条件上面 指的是学术的氛围 学校的历史的底蕴 指的是学校的 怎么了 我老婆打断了我跟我说 她问我有没有看到这个车 这里 租的车 这里是坏的 收车的时候就看到了 我还用我手机拍下来做了记录 这次租的是这辆别克的七座 昂克雷 国内叫昂克雷吗 北美叫啥 我也不知道 一般开起来 好 好 好 真正牛的学校 连个大门连个招牌都没有 就在路边挂了一块小的蓝色的牌子 Philips Academy 就这样 不像我们有个很庞大的大门 有个什么什么都没有 一个小牌子 有底气才敢这样 到Downtown了 带宝宝们去吃点东西 Hidy 我严重怀疑你是在全美第一高中 读书的最年轻的小孩 只有4个月 4个月都不到 唐人街 华昌百货 翠花酒楼 莉莉发型屋 奶奶 奶奶这肯定都是广东的 最早的老移民过来创业的 家家海鲜酒馆 飞杨大也饿了吧 飞杨大又饿又累 就飞杨大一个人像出来旅行的 背着她的小包 拿着一个小箱子 带着她的小玩具 我们其他人都是大包小包 好累的 这家那好潇洒 前往涮涮锅 老婆 这是我们在犹他喝过那个 天哪 昨天晚上应该来这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